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比较尖锐的 黑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走 炮八平五 魂冲炮 这儿大家看就是红方很难不起双正马 平和马在这种阵型了 然后黑方将来马八级七可以在马基金六来威胁中兵 或者马八级以后马二级一 在虚途展开两翼的子力 应该说这个布局也是双方针对性比较强 但是现在等于红方没有走炮 实际上红方是挑正马 对 骑马 这样整体来看就是双方这个格调 就是比较柔和了 等于变成对兵对对足 然后又是骑马对骑马 这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局面 接下来红方这招棋有一些新意 它是走了一个马二级一 右马屯边 这个马跳到这儿它的好处就是将来炮一动 居就散出来了 速度很快 对 为了加强大紫的出动 除此以外 红方也有多种走法 比如说缓中炮 飞两个中向都可以 还有居酒精一 对 居酒精一 炮花瓶酒都有 这种走法也是最近有的骑手在进行尝试 那有的骑手在这个时候还有愿意走还架中炮的 因为它有道理 因为你这个编马已经定型了 你只有一个马来守候中足了 那么对方还中炮 将来有马七尽六来对于中路的进行威胁 也是可以的 本局当中 这个刘子健 应该说他还走得比较稳健 他是采用了飞向 好 走三戒五 对 补向就是堂能正正了 就是希望自己的阵型比较稳健 然后红方就是走炮瓶四 把这炮走到视角上 然后黑方接下来走居酒精一 张老师就这个棋 我觉得黑方居酒瓶八不是顺利把居力亮出来了吗 干嘛还会绕一下 而且不也是让红方一路居出来出来 就有一个封锁的一个方法吗 对 其实黑方也可以考虑走居酒瓶八 这个棋 黑方有很多种选择 比如说马居酒瓶八行不行 你炮到进三我再炮出进二 也是一种下法 但是马居酒瓶八他可能炮他炮八进三打一下 总之就是说刚才唐南这意思 黑方也可以考虑把这拘出来 如果你拘出 这样进炮封锁了 对 这样给它封住 就是对红方的这一意义也有一定的反弹的作用 但是黑方就说这种棋比较生疏 应该说比较吸引的这种手法 黑方就选择了居酒精一 他还是按照这种最常见的思维 他将来的目的就是想居酒瓶三 把这些三路线来打开 那么红方这个棋下的也挺记得 他这个居也没有出 红方实际上也是先鼓励手向 相机幸福 那既然这样的话 黑方本来也可以考虑走炮尔锦二 就不让红方这个棋出来 黑方炮尔锦二 对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这样你就说不来 你可能要迫使你走居酒精一了 或者你失留金友在量这个局 反正总之这种摄像棋 就是双方可选的空间都比较大 到底走什么最好 也没有绝对的方案 总之你要把自己的棋型就是走协调 把自己的子力能否能顺利地开动出来 就两位年轻棋手在开局这个次序上 都下得非常谨慎 红方先补相了 黑方就是走 居酒瓶三 居酒瓶三 他准备从三路线上把三足碰起来 杀出来 这是黑方的理想阵型 红方这个时候 楚居 楚居是一个先手 黑方呢 跑八瓶九 对 跑八瓶九 看起来呢 就是双方这个阵型也都非常的稳妥 暂时呢 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那就说红方呢 如何呢 这个取得一些先手 那么这条棋走的还是不错的 红方呢 等于先发的人 在你对足的时候呢 他先把这个 炮呢 平开 这个棋如果红方走 炮八瓶二的话 就显得呢 过于求晚了 那么黑方可以对足 还是顺利对兵 对 那红方要炮八瓶七呢 那他就冲过来吧 或者走马尔进一这些 如果你先炮八瓶三 他就可以先马尔进一 对 你出局 他再出局 居一平二 不不 这个棋 这个棋还是要先拱掉 这儿棋还是吃点亏 就是说你要是趴平棋 那肯定黑方就是先把你拱了呗 对 把你拱掉 你要是出局 他可以炮二平四 像这样一个局面 对 就是红方的这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红方可能觉得 这儿让黑方呢 把这个三路足呢 碰起来呢 还是不是特别的满意 他炮八瓶九 这部棋挺好的 因为你要对三兵这个出局 这个黑方的这个右翼 还没有办法调整这个阵型 对 黑方这个炮的受攻 就是黑方要考虑走居一即二 那个整体的来看呢 就是说黑方也可以考虑 强硬的这么走 这要居一 如果你想组三级冲出来 对 这儿红方别人要拱 是不是 你不拱我拱你 那黑方居一呢 再杀出来 下部棋 以后可以马二进三了 对 这儿它的正马呢 就是肯定能跳出来 那这个极面 这个也挺很精巧 这个G1-G2 就是这种棋呢 就是在特殊的场合呢 可以这么走 但是就说一旦走不好呢 这个G炮呢 特别这个G的位置 不容易舒适 不容易舒适 他也有一定的这个隐患 但是目前这个棋来看呢 黑方倒可以考虑这么走 这也是一种思路 好 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然后双方呢 实战的走 红方抛发平去以后 黑方走马上进行 黑方也走得比较稳妥 对 红方 出局 对 赵金城呢 是本身的来自这个大连的选手 他也是在去年个人赛当中呢 有比较上加的这个表现 对 他在2013年个人赛 曾经战胜过 徐文川大师 还有余有华特级大师 对 两位老牌全能冠军 对 那这个赵金城呢 也被誉为呢 就是真正来自大连本土 出现的第一位 这个湘西大师 他的棋艺风格呢 就是比较擅长纠缠 喜欢的在这种呢 比较平稳的局面当中呢 与对手呢 这个角度 这个功力 这是他的一个奇异特点 刘子健呢 应该说也是这个 最近几年呢 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的 逐步成长起来的 一个后续之秀 刘子健呢 去年呢 出人意料的呢 战胜了这个王天一 对 这个也是一时传为佳话 那这个王斌呢 就是觉得刘子健呢 就是非常有发展 那王斌作为这个江苏队的主教练 就把刘子健呢 招入了这个江苏队 那么今年的这个 刘子健呢 这个从去年的浙江队呢 浙江杭州队呢 改为这个江苏队 他是一个98后的一个年轻骑手 两届少年赛冠军 对 后体之秀 对 然后他聚发禁六 这招棋呢 就是洪方呢 就是 继续的这个 给黑方一个压力 但是呢 黑方既然聚酒平三呢 已经走了 就不如现在直接阻止您 往下冲算 直接对兵 对 这样 对 这个对兵呢 就是说洪方呢 如果你吃兵 他也会像 对 对 这样呢 就是以后黑方 要泡入平三的这个机会 就说你洪方泡花瓶酒呢 如果你先不拱命 先泡 去泡瓶酒 他也可以特效 总之呢 这个棋呢 就是当洪方聚发禁六的时候呢 黑方呢 应该走组组组组组 他实战走到泡瓶酒 这个在度 实战平泡对居 这个 动得有点慢了 他走泡瓶酒 然后洪方呢 这个时候很急紧的聚发瓶酒 取得了一个编足的物质的优势 然后黑方又向我推散 等于通过这个转化呢 等于洪方还是占到了 这一定的便宜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 黑方这时候对冰 然后洪方接受 这个棋局呢 是比较平稳的 不好意思 没关系 然后这时候 洪方是选择了四次进五 先稳健的补一手棋 黑方 向七进五 他也把棋的阵性补好 洪方又鼓了个编冰 两位年轻骑手在这个散手骑这个都下得非常的精细啊 这个骑 就说的都比较稳吧 对 先把自己走扎实了 然后再说 我们轮到黑方走 泡酒推移 这时候黑方是不是有一个反攻的一个形式 就这个棋呢 暂时黑方也没有更好的骑走啊 他运这个炮呢 这个还是可以的 这种手法还行 那洪方呢 这个这个位置暂时也不好走啊 他左翼他也有一定的压力 对 实战选得跳马 往上跳 他想先反定命中足吧 对 这时候黑方炮酒平三 他炮酒平二 对 炮酒平二 这个棋 张老师您说这边 红方是不是有一定的 这个 有一定的 这个 黑方有一定的反击了 因为红方这个像 这个是 像的那个位置不太好 这个两个炮 双击双炮的这个 右翼 黑方子力比较集中 但是呢 就说你不容易轻轻过来 因为红方子力 也比较协调 他也比较 阵性也比较厚实 他先距于熊方拦住 然后他黑方走 炮 炮平三 炮平三 然后 这个时候是不是 您说是不是有一个 马一退三这个棋 对 我觉得这个黑方还不如索性 因为少一个边兵嘛 索性跟红方这个 反击这个拼命算了 就说你的意思是 退马一登 将来有马三进四 对 比如说你G8退二的话 以后马三进四 换了马以后 有马四进二打局的 这么一个先手 这个也可以考虑 就说的 紫利 这个协同作战 他的比较稳健 对 刘子健呢 就是 应该说 总体来看呢 他还是偏于稳健的 这个棋风 他去发型的桌 这条棋呢 这个太坏了 这个我觉得 就是说的 可能刘子健同学呢 对这个阵型 理解的 还是有问题 这个炮一打出来以后 黑风整个人来看呢 这个阵型不够协调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黑风无论如何呢 不应该换这个字 他还是应该补一首试 补一首试 对 不过他肯定是想 如果把这个 一个高位码给换掉了 其实 他的那个 自己的压力会被小一点 比如他以后有码76的这样子 对 这个下棋不能看一个局部 我们要整体上来看 是 这个胖呢 换了以后 自己的这个阵型啊 有一点换散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黑风处理的不好 反正这种棋呢 也不是一步棋 两步棋的事 我们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呢 可以呢 慢慢体会 这个棋 就说后来呢 黑风这个棋的 总是下呢 有一点尴尬 红方 马一金二 我们看啊 这个黑风呢 整个是这个 那是马一金二 红方 距离不怕 就双方围绕这个 阎河一带呢 进行了这个争夺 他又是 拿七金六 他想通过这个对子 来争取一些先手 他就说 你如果换了我 我吃掉 你吃我中足 马二腿三的一个先手 我有这么一个转化 大家看啊 这个其实转化呢 就是黑风呢 也能接受 尽管 亏一点 亏得不多 就是他留下的兵种比较好 将来呢 他比如通过这个换子啊 马三进五 马五进三 跳到好位置 将来居住金二 把你这个兵呢 这个就是 摔掉 反正这个布局来看呢 等于是 红方呢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红方呢 不肯定一换 他选择居住金二 继继续缠住黑方 那么这个棋到底何去何从呢 那好 观众朋友呢 稍后呢 我们再把后面的结果呢 再带给大家 您回来继续收看 下面呢 让我们一起去山东队的主场 去看一看 好 大家呢 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我们蒋棋的 这盘棋实战的 这个场面 大家看到的是 两位对手 坐在左边的呢 刘子健 坐在右边的呢 是赵金城 他们两个的这个队异呢 应该说还是看上去蛮拼的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应该说双方一直纠缠的都比较紧 直到残局呢 黑方呢 才取得了这个明显的这个劣势 就是红方占优了 这个棋就是说的 黑方走的也还是不错的 他先泡他片子打一下 黑方腾罗的技巧还是值得赞扬 他G8平4一顶 然后黑方呢 这有一个强行宋族的巧手 对 黑方这几步 我觉得下来都是比较高质量的 比较积极 然后他这个时候先手 马六进五 先把这个中兵蹬掉 然后红方是G3平6 可能是也是怕黑方是G3平4对G 但是黑方也是 这个还是走个G2平 G3平8 对 这样子以后还是有一个G8平4对G的棋 然后红方是G6平4 然后黑方G8平4 黑方这几步棋呢 其实他已经顺利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通过这个几个先手呢 黑方希望借机会把这个阵型的展开 当然红方这个棋走的比较温柔 喊一点的话就是G6平7 不要对这个局 对 然后对自己的左翼呢 还有一个掩护 通过这个转化呢 应该说黑方呢 基本上摆脱了前面不太有力的这个局面 对 因为他子力展开了 而且虎视眈眈的对红方形成了一个威胁 这个地方呢 黑方可能他应该继续走马二进四 这个蹬起来看着比较有力 那红方这个G4平6 他有江 这样有一浸泡江 红方只能回向 然后G2进五 对 这儿呢 以后呢 还有马斯金六等 这儿看起来呢 黑方这个子力灵活呢 形势呢 还是比较主动 所以说这个马二进四没有走出来的 这个有点可惜 黑方呢 这个时候他走什么呢 他走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呢 看上去还可以 接下来呢 黑方没有走好 他报警平方一打 应该实惠一点 就G2平1 闪开算了 对 以后把兵吃出来 对 因为这个刘子健呢 应该说今年呢 也第一次呢 代表江苏队 代表自己的家乡的这个作战 打象甲呢 可能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对啊 他可能呢 就是说的第一次代表江苏省队比赛 怕自己的表现不好 可能会给自己的团体带来一些 遗憾 因此呢 这个走旗 这般旗过程当中呢 我感觉没有完全放开 还是有一点拘谨 这个时候应该走G2平1 同样那个躲闪嘛 因为G可以把兵杀出来 这儿呢 就等于是红方呢 抢到这个先机了 往里跳马 黑方 足舞级 然后红方也没有着急跳 因为你跳也握不上槽 他先滚 黑方在G2平3 红方在G4平2 等于这儿走来走去呢 黑方呢 等于 错过了几个 诸如马尔金斯G2平1的这个好旗之后呢 对 还是形势落后了 现在他反而转为防守一方 对 黑方因为左翼比较空啊 对 他是15推6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去防御 他要再补这个试吧 他有试子 这招棋补试呢 也是 有些漏洞 然后他还不如直接炮一平二这样 对 对红方有一些威胁 对 实际呢 红方呢 也没有发现这个 最好的这个招法 实际红方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抢手 好 就二平 那黑方不是正好 炮一平四 炮一平四这样一弹 红方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灯向的妙术 这个棋的清客之间呢 那黑方就崩溃了 哦 这样子打狙 打狙 他一将 将 把狙灯回来 灯回来就得紫了 黑方这个马还受签了 你要是马自队友 或者走其他招呼呢 你至少都会白丢一个像 所以说这个棋呢 结果呢 就是黑方不能走平炮去打狙 黑方呢 可能还要去防御 那你无论怎么防呢 红方就比较容易的掌控 比如说你 你掌握不去 他会炮到平二 哦 招二进一 炮四平二 对 他这有闪击 将来这个底线将啊 炮而推四 对 搁在这个地方 你什么是炮而平四 我都会马自进五 这个炮一平四 一直没有 对 现在你炮一平四 我登了像是叫着闷龙了 更厉害 是 这个棋 这棋很痛苦 对 这个棋呢 应该说 红方呢 错过了这么一个 这个迅速 简洁占优的这个手段 招二平六呢 有一点暗 他不容易一眼看出来 对 他呢还是按照他这个思路 从这个边线 马自进二 对 就是说 就是他想走这儿的招 对 他先马自进二吧 他这个思路就是想要 巨马炮 对 他想把黑方这个子力调住 那黑方这个时候应该巨二平六 对 赶快过来算了 黑方如果他走了一个炮一平二 这看着也挺好 这边 他应该巨二平六 赶快过来 这儿呢 黑方试图呢 给红方的这个进攻 对 马三进四 因为他也有闪击 但是红方呢 这里呢 可以通过这个阳势 比较 轻易 轻易间的就化掉了黑方这个攻势 看着黑方很凶 但是红方呢 这个阵型呢 看似有问题 这样的 却非常安全 他巨二平六 对 他又回来捉嘛 对 黑方承捉 本身呢 红方也可以走推马 这其实黑方也很难下 黑方这个子力啊 不好协调 这个马四进二入 如果一跳的话 还有点二入 对 这个其实就是说的 黑方已然露出了败想 就说红方 红方的子是活的 而黑方这两个马呢 失去了联系 将来呢 应该说凶多吉少 但是这里呢 红方呢 可能认准 这个就能占优了 因为这个前面摄像群呢 应该说双方下的比较细 就是这么抓了几次以后 黑方长桌 黑方必须要变招 所以他呢 又变了 他走G2 G2平六 平六 现在他在平局 那红方要狠一点的话呢 可以直接跑一次打出去 就是说丢了一个试呢 红方也可以呢 稳战优势 但是红方走的也比较稳 他十六进五 对 不会守其 对 不好意思 十六进五 然后黑方是G6平三 这个黑方这个 也是一直试图想要 在红方的左翼 有一些攻势 但实际上他这个炮非常好 对 炮在这里 射角炮他守住了 对 那红方呢就不理他了 就放开了 去进口 红方回事 红方这个炮 就是一敷当攻 真是万夫莫开 没有办法 这样呢 黑方非常委屈的 接受了这个 没有居的残局 但是红方这个位置呢 比较好 特别是这个 其实红方呢 多兵 等于现在是三个兵 对一个组 应该说红方的 这个前景的一片光明 对 红方是炮一之一 所以说 中局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几点 最关键的黑方这个 马尔金斯没有走出来 约二平一 这两周旗没走出来以后呢 这个局面呢 就急转直下 因为他最后就输在了 这个少兵上 这个残局 少两个兵呢 确实非常难下 那么这个赵金城呢 这个功夫还是不错的 比较老练 后来呢 没有给黑方呢 更多的机会 对 他残局下的这个 子力调动的比较好 那时间也比较紧了 我们可以给大家摆的 略有快一点 同方炮一退一 然后黑方 就说红方呢 对 红方兵三进一 过兵 这个棋 他直接摆中炮也行 反正红方呢 有多种选择 本来也可以直接 攻三兵 然后兵三平四 然后马三退五 这个棋呢 就是说 红方的优势呢 比较大 他主要是多了好几个兵 对 这个兵 这个四路兵也是很有威胁 对 以后随时炮一平五 对 所以他马七退八回来 这个棋呢 就是说黑方呢 就是顾东顾不了西 对 他这个马一直希望 来通过腾夺 来对红方这个 能想要调整这个阵型 他马八进六 他怎么腾夺呢 他就感觉就是子儿 不过用的 对 这个棋呢 他这棋用 我们给大家讲讲 残局理念吧 就说棋呢 就是说的怎么下呢 反正大概都是这个意思了 最主要我们呢 大家要知道一个形式判断 最主要红方这个马太厉害了 原来是这个 这个马给黑方的这个炮啊 这个牵制住了 一直是这样 他中间也是想要有一些攻势 但是这个炮一直动不了 黑方这个炮呢 无论如何就动不了以后呢 这个马就牵入了 而且红方呢 将来老有炮一进三 这种对炮这种手段 比如说我这个守好了这个降门了 我一进炮一打 我就得死了 这个往往呢 是一个常见的手段 对 所以说红方呢 既有底线这种对炮 又有炮一进三 就这种手段非常厉害 对 当然走到这个局面呢 红方呢 就是走得比较简单 他不带对炮 他走这个炮一平五 炮一平五也可以 因为他将来马上一次也很凶 你再不理 他这个冰呢就下来了 对 所以黑方也就直接降五平四 出降 对 所以说呢 红方这个位置啊 太好了 实际上他还多出两个边兵 多一个兵就要命了 对 如果没有这两个边兵的话 那么这个旗要想赢 还非常费劲 因为没有这两个兵的黑方 给你对个子 他也完全可以去谋合 红方马而退三 这个红方这个马又开始 更靠近这样 马三跟四 他呢就等于红方在不断缩小包一圈 这个马运到这来以后呢 他对你这个马呢又形成牵制 那黑方这马炮都动不了了 对 所以红方也很简单 实际上也就兵一兵一 要过兵 红方呢 这个位置都摆好了 就是这里边呢 红方实际上是有这样突破的手段 红方也没有急于去走 那黑方也只能这个十五金四吃掉 对 打一枪 黑方没有办法 只能去对炮 如果你再打一枪呢 黑方正好呢 有这么马四架 走其他的位置 还容易丢死 那正好走到这呢 就是说黑方呢 能力保的大字不丢 形式是肯定是 是要输 这是好疑问 是 因为红方呢 最简单的 我可以把你换掉 你也只有换掉我这个炮 是不是 我炮再躲开 这儿大家呢 就看到了什么呢 红方剩下了 马炮双兵 马炮双兵 而且黑方还残了一个事 应该说红方也是胜定的这个局面 对 但是红方呢 之所以没有这么走呢 他也怕这个棋呢 他倒不是说怕这个棋不好赢 他主要可能看到这个形式 已经完全困住了 所以他也不着急 对 他非常老了 因为他也看到黑方没有什么更好的棋回走 他也兵一平二 他也不理会 对 胡方兵一平二 跳马江 然后架五平六 就这种残局呢 就是应该说啊 这个兵足的多少起到决定性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呢 起到决定性作用呢 就是这个子敌的站位 对 那么黑方就是苦鱼 一直没有攻势 关键他也少兵 这个要是把兵拿来一个 还可以勉强下一下 这种红方也 我觉得红方非常老练 他不着急进攻 他就变二平三 把兵往里靠 对 那么黑方应该说走到这儿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也是束手带琴了 这个棋 红方 抛退好了 这盘棋呢 就是整体给人的印象的 就是双方布局呢 还是下出了一定的心意 对 在这个中局的地方呢 双方有一对呢 揪的还是比较紧 通过这个简化 本来黑方在不是特别有利的局面下的 但是逐步呢 摆脱了红方的先手 可能黑方在中局这段 没有想到自己会少那么多兵 对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的 就是一个马尔进寺 如果能走出来 黑方局面能够大为改观 不仅是改观了 就是他有可能还获得了反现的局面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黑方在那个炮二平一的地方走得不够小心 应该走 G二平一 把这个适时的把兵得回来 那么走到这儿 黑方就没有办法了 山中水尽了 对 黑方也就选择这个队子 对 那么红方就欣然接受了 黑方只能把它停掉 最后一部期 大家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出来 如果您能看出来的话 估计至少也得有二级到三级骑士的水平 好 红方一招 插相惊人 一举锁定胜局 这个呢 局部呢 是一个绝杀之势 因为它借助率力 你基本将我呢 也没有用 我就上一步老率 你阳势 我就冰六级连撞 如果你下降 我炮我瓶溜一将 以知识 我冰六级连撞 以金将 我又冰六级连撞 这个棋就是一个绝杀 因为你送兵呢 我就把你猪士拔掉了 你向哪边拱 快将 我都可以上马 或者泡了瓶死马 好不好 对 那好 这盘呢 这个精彩的对局呢 就为大家呢 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